Hello 蓝们大家好 今天来给蓝们分享一下木兰的奇花品种 十大奇花在木兰里面的知名度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今天先挑里面的五款品种先做讲解 来第一款 手上这一颗在去年开起来的花瓶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它这个名字叫做神周奇 神周奇它这个珠形叶材是属于这一种比较飘逸的珠形叶材 叶长在40厘米左右 有叶宽将近在三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叶子是比较厚糯的一个叶子 那么它这个品种的叶材就是叶间会有一点点的稍微的扭曲的一个状态 并且叶间中脉背部有轻微的这样子稍微摸起来 有一点点的那种导致感 那么它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叶形特征的一个辨别之处 介绍了珠形叶材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品 花开是一个多半型的一个奇花 花亭多分支花上有花 层层叠叠叠非常好看 花瓣多而多样化 性状稳定为兰花其中之奇 并且它这个品种一杆散花树是很多的 是属于那种报税感 什么叫做报税感 就是你们从开品上可以看到 它这个花苞长势的话是往上长的 而且是附着的它的主脉 一节一节往上长起来的 非常的巨冷 它这个品种花开是非常非常香的 花大未浓 多半多舍 而且花季也是很久的 芹花也芹芽 手上这一棵看得到 它这个的生长力的话 是非常非常旺盛的 去年没有分苗 然后这一组根系的话 已经长得这么多了 那么接着来介绍一下文山奇迭 文山奇迭于1973年产至台北县文山区 十定乡乌土绝春三谷 与大屯麒麟 国乡牡丹 富翠玉丝子 共称为五大奇花 开花特点 每朵花与花之间的间距是比较大的 花瓣蛇化 曲折成菊花形 蛇瓣为鲜黄的一个底色 红斑点 蛇尖成鲜红色的一个大红斑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珠形和叶彩 它的这个球径这边的话是比较细的 那叶宽大概在我们的 2.5到3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叶长大概在30到40厘米左右的一个叶长 那么花大出价又是棋花 整体的一个气势的话也是蛮好看的 那么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 棋花里面的一个素色棋花 南海素棋 我一直觉得南海素棋它这个花很好看 珠形叶柴是属于这种比较飘逸的垂叶子 叶长也不高 30到40厘米左右 将近大部分集中在35厘米左右的一个叶长 叶宽2到3厘米 而且是属于这种比较飘逸型的一个唇叶子 高出价 它这个品种可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高出价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气势而言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品 南海素棋的花杆浓绿色花大出价 高于叶面之上 一朵朵树棋之花 犹如一团团绿绣球般挂在绿玉杆上 其花苞形状独特 花是树花 外半是翠绿色的 张开的下半部分出现了一个叠花的现象 所以说下半部分的花是处于那种黄绿色的 整朵树棋既是统一的黄绿色 在细微之处又是如理的线绿多彩 让人在细赏之余 不仅赞叹造化之神奇 完全打开了南海素棋的花 直径可达4厘米左右 幽香示意 那向上展开玉飞的捧绊 再加上那烈烈凸起的蕊柱 一朵树棋就像一只正在展翅的绿色鸽子 非常的好看 所以说南海素棋 它这个品种在莫兰的奇花里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树得非常的雅滋 而且香气也是属于比较浓郁的一个香气 呃在养护方面的话 看病心也是蛮强的 那如果有兰友说喜欢这个品种的话 可以去考虑一下 那么接着来介绍一下喜菊 喜菊的叶子的话 就是比较软的一个叶子 它这个品种是属于一个多蛇奇蝶花 花香大出价 色彩是非常非常鲜艳的 我们从开明图上面 就可以感受得到的 那么它这个品种的特征 跟文山奇蝶是比较相似的 属菊花型多蛇瓣之一 相应之处是喜菊 它这个品种花蛇红点较小 花色较黄绿 而且囚禁有微子红斑 喜菊它这个品种花开 我觉得第一它不单是颜色艳 而且花朵与花朵之间的排列的话 是非常非常舒暖的 就是你无论是近看 或者是远看的话 都是非常端庄大气的 它的这个每一朵花的排列 是相当工整的看得到吗 一个主干 然后枝干的话 岔开这样子 它的这个开品是属于一个蛇上面 有非常明显一个叠化的一个红斑 虽说是奇花 但是由于它的这个排列是非常工整的 而且是不是那种散开爆炸型的奇花 所以说即使是奇花 但是能做到杂而不乱的一个状态 那么接着来介绍国湘姆 但被称为木兰的十大奇花 这一名积也是挺大的 而花形特征的话 与大屯麒麟非常的相同 花分双层外层五半 内层 内层的话舌半上多有镶嵌着 非常明显的一个大红点的一个斑点 彭新叠化起兜 两者并列 接着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株形和叶材 它这一种的话 是属于这种散开式的一个垂叶 叶长在40到50厘米左右的叶长 叶宽在2到3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花大出价 然后躲躲朝天开 花大不低头 就香气而言的话 还是蛮浓郁的一个香气 一杆三花树也多 而且是非常霸气的一个开品 像这样子的株形叶材 高大出价 放在房间里面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跟蓝们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